蝴蝶兰花蟹之后剪下花梗 繁殖了一批小苗 长了根儿呢 陆陆续续都移出来了 或许您看过之前的视频 知道我试探着用了不同的方法来移盆 毕竟我也是第一次做这件事情 没有什么前面的经验 每一步都是摸索着来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观察 觉得还是直接的水培 是最好的一再方法 就是想办法让它的心根儿 直接接触到水 比如说这颗最早用的是 包水苔的办法 但是感觉不是特别好 之后把水苔去掉 让根儿直接接触水 看这个尖嘛 胖嘟嘟的这一截儿 就是接触到水以后长出来的 对根儿的观察要特别仔细 因为是小苗很小 就这么一条根儿 千万不能让它出问题 所以要特别仔细地观察这根儿 我是观察到什么觉得它不好呢 最简单的就是看它那个根尖 只要它再长 那根尖就应该像这样 有一小截没有木栓化 如果从头到尾都是木栓化了 那就说明这个根是没有长的 另外的方法就是看根已经木栓化的那一部分 但这个我很难描述 就只能这么说 如果你一直留心看着它 它有一点点细微的变化 应该是能够察觉得到的 如果察觉得到 根的变化是往不好的方向去 就要赶紧调整方式 我就把它的水台基本上都拆去了 只留了很少一点点 当做水绳 让它的根尖直接接触水 入水不多 只是一点点 为什么只是一点呢 是因为我也担心 它能不能适应水培 所以只让根尖接触到一点水 这个应该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因为它大部分的根都在水面之上 透气性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在它的水杯之上 我还倒扣了一个杯子 是为了保证它的湿度 这个杯子透气 有非常小的孔 倒扣的这个杯子 杯壁上 凝结了很多水珠 说明里面的湿气还是挺重的 再看这一颗 这是我最近刚挪出来的 挪这一颗的时候 就有前面的经验可以借鉴了 直接水培 也是让它的根尖接触到一点点水 上面也是倒扣一个容器 也透气 至于怎么让根接触到水 而且恰恰好 只接触到一点 这个就需要特施特办 根据具体情况来想办法了 原则就是它的那一节花梗 不需要再借出水了 只让根接触水 那这小苗的根通常特别短 朝向又不一定是哪个方向 所以呢 就需要借住一些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我就借住一些棍 把它绑一绑 固定在我想要的位置 那又为什么这么短就开始移盘呢 是因为我着急啊 其实我着急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这样繁殖的小苗 它的能量主要是来自那一节花梗 实在是太少了 所以长得很慢 它既然有根了 如果它的根能早点投入工作的话 那它就可以长得稍微快一点 刚刚开始水培的初期 就只是清水 而且是自来水 等看到它的根 很欢快的再长以后 低了一点点的肥 一定是看到它适应水培 开始长以后 才低一点点肥 在这之前 只是清水 不要有任何的肥 甚至连雨水都不要用 这就是那颗 没有催崖剂 就开始繁殖的老花梗 它已经过了两个夏天 一年多了 才长成这个样子 当然它后来初苗 还是因为抹了催崖剂 这颗呢 花梗已经完全坏掉了 这就是我移栽的第一颗 也是第一个长根的 第一个 没有经验 最早给它用的方法 不是最好 应该说不太好 不好的原因是 我还是让它的老花梗 接触到水了 所以这个花梗就坏了 也就是从它这儿 得到的教训 后面移出来的 所有的老花梗 都不让它们接触水了 甭管用的是什么方法 花梗都不接触水 取而代之的是让根接触水 这颗不仅花梗长毛了 还黄了一片小叶子 好在改成水培之后 它中间又长了一片新的小叶子 所以这颗还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都不够及时 如果稍微早一点发现问题的话 或许那片叶子能保住 好在也不算太晚 而且它也真的喜欢水培 所以也还是有救的 这颗平时上面 也是倒扣着另外一个碗 桃粒其实也是挺不错的 一个养护救护的方式 小苗我为什么没选桃粒呢 是因为小苗的根太小太嫩 桃粒表面太粗糙 我怕给磨坏了 关于这个我不是有过教训的 就是这颗得了软腐病的 救过来之后长了好多心根 根还不算太大 我就着急忙慌的给它用桃粒 结果就把它的心根给碰坏了 好在这是一颗成年猪 还是有些承受能力 现在我是水培加水盖 也都缓过来了 所以总结所有的经验教训 觉得小苗移植 水培是最合适的 初期上面还要倒扣另外一个容器 保证它的湿度比较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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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